ga cha Photoshop 作曲示範 作曲示範 当我迷失你将我巡回 在你肩上带我回家 时而不得何地喜乐 众生徒与天使 一同来情和 在你爱中我不再失落 找到我就拱在手中 你是我为无价之宝 要朋友临舍 都一起欢乐 Let's not forget let's celebrate 这是天不所预备 Let's not forget let's celebrate 这是天不所预备 Let's not forget let's celebrate 这是天不所预备 Let's not forget let's celebrate 飞牛肚的party 让我们一起在天不得一席 就party Let's not forget let's celebrate 为请祝我回家 让我们一起来party Let's not forget let's celebrate Let's not forget let's celebrate Let's not forget let's celebrate 当我散尽你风声祝福 只想找到回家的路 谁看到你跑来 把我无责备 不定罪 爱我的天不 Let's not forget let's celebrate 这是天不所预备 Let's not forget let's celebrate 这是天不所预备 Let's not forget let's celebrate 这是天不所预备 Let's not forget let's celebrate 飞牛肚的party 让我们一起在天賦的远系中 party Let party oty 为请祝我回家 让我们一起来party Let party 让我们一起在天赋的远系中 party Let party 为请祝我回家 让我们一起来party 天父已经为你预备丰盛的宴席 让我们带着喜乐进入到他的宴席里面 跟着天父一起来party 奇妙恩典 不顾别人眼光将我赎回 不再受愧 因为是你眼中无价宝贝 奇妙恩典 不顾别人眼光将我赎回 不再受愧 因为是你眼中无价宝贝 天父的爱让我们可以 我凭什么怎么可以 我凭什么怎么可以 我凭什么 天父的爱让我们可以 让我们一起在天父的演习中 party 来party 为情组我会再让我们一起来party 来party 让我们一起再见 父的演习像party 来party 为情组我会再让我们一起来party 跳脱这世界的节奏 一切乌云抛在脑后 全心 开口向你呼求 爱像狂浪细圈 如今 我已不再是我 生儿子在我里面活 我要 有你张开双手 想享有你的天空 太阳星宿 你创造整个宇宙 你却回头顾念我 说有就有 你话语绝不落空 还有我更多 耶 祖所有语言都指向你 恩典 拯救每个人的生命 我身至前方 大路总有你带领 耶 祖所有结诚都指向你 全高的身 怕我永不止息 我决定一生跟随你 到底 如今 我已不再是我 生儿子在我里面活 我要 用力张开双手 深想有你的天空 太阳星宿 你创造整个宇宙 你却回头顾念我 冲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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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话语绝不落空 还有更多 耶 祖所有语言都指向你 恩典 拯救每个人的生命 我身至前方 道路总有你带领 耶 祖所有结诚都指向你 宣告的身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语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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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见惊醒 愿在东方 灿烂惊鸣 发出气光 照耀世辰 不分就也光彩永恒 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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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君王 今日将生 我是善人 听见星光 愿到而来 抱起家乡 转心一意 寻求君王 随随随惊醒 无闻如山 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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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君王 今日将生 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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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荣耀归上帝 圣父 圣子 圣灵 赞美归主从现在至到永远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念求借心作文 全能的上帝 凡能的心 在主面前五不显明 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 心里所隐藏的也瞒不过主 求主用圣灵的感化 洁净我们心里的一面 叫我们尽心爱主 恭敬归荣耀与主的圣名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荣耀天全真是被腾 遨游大地看世人 当年幻常创造权党 今天报告出降生 起来崇拜 起来崇拜 崇拜基督心神我 忽然夜间虚妞狂言 轮流看守中阳群 身体将生光获不早 圣人同居和欢喜 起来崇拜 起来崇拜 崇拜基督心神我 若是关系学书钻研 仰望大星光缠烂 万把渴望记忆得见 破词大幸福无边 起来崇拜 起来崇拜 崇拜基督心神我 起来崇拜 起来崇拜 崇拜基督心神我 起来崇拜 起来崇拜 崇拜基督心神我 起来种族幸福 快乐又欢喜 起来一起来 大家上过礼盒 来参见生意 便失望一条声 起来前生同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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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基督 天世界唱乐队 欢软同歌唱 光明中天君 来高声同赞养 至高的出说 共要归于君旺 起来前生同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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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主基督 旧居生与庆程 我终来欢迎 天人主荣耀 天人主荣耀 完全归主一生 天人主荣耀 完全归主一生 天人主荣耀 把爱主基督 天地万物都归拜 天地万物都归拜 天地万物都归 天地万物都归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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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是我的心意 要最容立 以我的全心 我敬拜你 让我心却所有 千生残悲 一切我自若归于你 祝我先生我心 千生我心灵 我护着为了你 让我所有气息 在我还活的时候 就让你来残缺 这是我的心意 要遵用你 以我的全心 我敬拜你 让我心却所有 我先生残悲 一切我自若归于你 祝我献上我心 祝我献上我心 献上我心灵 我活着为了你 让我所有气息 在我还活的时候 祝我让你来残缺 祝我献上我心 献上我心灵 我活着为了你 让我所有气息 在我还活着为了你 祝我让你来残缺 祝我献上我心灵 祝我献上我心灵 我活着为了你 祝我献上我心灵 在我爱我的时候 就让你来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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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 好弟兄姐妹们 我这边有一些的报告要推动 我们来临的星期五 17号8点半会有一个祷告会 鼓励大家一起的来参与 你的出席会给我们的牧子 同工还有弟兄姐妹们 一个的鼓励 你的参与能够让弟兄姐妹们 感觉到这个家 是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合力的来向上帝祷告 来祈求的 所以我鼓励大家一起的来出席 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向上帝呼求 让神看到教会的合意 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 接着下来就是 这个12月份 就是圣诞节的期间 那么这段期间 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在线上 和在实体的一些的敬拜 一些的活动 鼓励大家能够趁着这样的节乐 我们不断的去 尽我们最大能力 去邀请我们的朋友 一起来参与这些的活动 首先我们在25号 12月25号 中文堂是没有任何崇拜的 但是如果你想在12月25号参与崇拜的话 我们可以鼓励你一起来到教会里头 参与我们英文崇拜 是6点半开始 12月25号 那么我们中文堂在12月26号 11点半 在教会里头有个实体的圣诞崇拜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 能够进我们最大能力 去邀请我们亲朋亲友的来到教会里头 来听到这个美好的信息 能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 让他们看到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 是生命会不一样 不再活在黑暗当中 也能够看到生命有盼望 好 接着下来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从2022年1月开始 我们会有一个实体的崇拜 就是每一个星期天都有实体崇拜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鼓励大家回到来教会 一起的大家参与这样的崇拜 能够见面 能够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安慰 彼此的相爱 那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时期 所以鼓励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每一个星期天 让我们一起的来守这个安息了 弟兄姐妹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你知道吗 能够有能力的去奉献 是神帝给我们的福气 因为是祂给我们的能力去赚钱 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 还是能够去做更多的事工 所以今天早上我要鼓励大家 能够把你的钱来奉献给上帝 能够在上帝的国度上有份 让我们一起的来用这笔金钱 来推动神的事工 让神的事工能够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也许多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尊大 能力 荣耀 强盛 慰言 凡天上地下的 都是你的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 阿们 我们安静聆听神的话语 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 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当教众人知道 你们千让的心 主已经进了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助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会众请站立 在基督耶稣的一个人 名叫耶稣 圣经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为大 称为至高子的儿子 主神 要把他 主大位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自私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子的能力 要因逼你 因此 所要生的圣子 必成为神的儿子 况且 你的亲戚 伊丽莎白 在年老的时候 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称为 不胜意的 现在 有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依据 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请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他去了 这是基督的福音 赞美归于主基督 亲爱的主人弟兄姐妹们 平安 欢迎来到我们的 圣上崇拜 然后我们今天 就要来聆听 上帝的话语 我注意到 最近是结婚的季节 我认识很多人 无论是基督徒 或者被基督徒 朋友 现在都忙着订婚 去注册 还是进行结婚的仪式等等 所以几乎每个月 都被看到 起码有一个人结婚 可是相信大家 要结婚的时候 我们这些结过婚的前辈 相同的 也是有这一个 忠告要给这一些的 新夫妇 或者是刚刚已经订婚的 这一些的男生跟女生们 就是其中一个的功课呢 就是要学会如何退让 跟将就 就是说要彼此理解彼此的软弱 然后就 因此就将就彼此 所以呢 有一个夫妇 这个丈夫呢 她每次忘记钥匙 所持在 在她的家里面 然后呢 当她忘记钥匙 在家里面的时候呢 太太 跟她住在一起 跟她结婚 过后就注意到 哦 这个丈夫每次都是忘记钥匙 每次都是忘记带所持出来 所以太太呢 也是会带她自己的那一套钥匙 她就带着出门 带在包包里面 然后呢 每次跟丈夫放工 一起回到家的时候 丈夫都会 哎呀 忘记带锁匙 然后太太就 没有关系 我带好了我的 就这样子 每次帮她开门 丈夫呢 到了新的一年 她就说 哦 我新年有这个 新年有这个新的愿望 我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 就是 可以 就是不再忘记 带锁匙出门 我要记得带钥匙 她就对她的妻子说 哦 我现在要带钥匙出门了 我不会再忘记了 这是我新年 新的这个的志愿 太太就说 好的 你就加油 然后丈夫就觉得 有点不满意 她就说 你要相信我 老婆你相信我吗 OK 我会改变的 你要相信我 你对我有信心吗 所以呢 太太就对丈夫说 好的 我对你有信心 所以隔一天 他们放工 回到家的时候 两个人一起回到家的时候 太太呢 就很自然的 手伸进她的这个包包 拿出她的钥匙 丈夫看到呢 就觉得有点伤心 有点失望 她昨天刚刚跟她太太说 我会记得带钥匙 然后呢 今天的太太呢 既然回到家 第一个动作就是 要帮她开门 没有说要让这个丈夫 来去展现 她所许下的愿 跟她所做出的 这个志愿啦 然后呢 这个丈夫就跟太太说 咦 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说 我尽点新的这个志愿 就是我不要忘记带钥匙 然后呢 你既然回到家 第一个动作 就是不相信我 你不是说 你对我有信心吗 那太太看过来 对那丈夫说 是啊 我对你有信心 可是我对你的信心是什么 我相信你 无论如何 一定也会忘记带你的钥匙 这是我对你的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有没有有些时候呢 这个想法 也是我们自己对上帝的想法 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 哦 上帝 我对你有信心 可是呢 我们却暗地里 预备了这个后备计划 还是暗地里去操纵 我们能够操纵的人 去影响我们能够影响的人 还是做出一些 不应该做出的举动 为了要得到什么 要得到我们的心愿 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可是 打从心底 其实 我们默默的 其实也是不相信他 我们对他的信心呢 就是 神啊 我对你有信心 可是我对你的信心就是 你不会听我的祷告 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主人的弟兄姐妹们 有些时候呢 我们抱着这样子 默默地不信 嘴里不敢说出来 可是心里跟动作里 表达出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知道 在传福音 叫人家来教会 叫人家去 这个圣诞节的报家音 还是 这个圣诞节的平安之夜等等 我们 可能在心中 慢慢地栽培了这个不信 就变得我们没有动力 还是我们要勉强 去邀请人家的时候 也显示出 我们说的时候呢 我们心里面好像也不是 很感到说服一样 我们心中也觉得 哇 我很像很假冒伪善 我的生活已经慢慢不信任上帝了 我现在还叫人家说 你信任上帝很好 这样子我们也是开始越来越灰心 越来越冷淡 这个事情是我们很多人都遭遇的 连我自己也会遭遇 我自己也常常注意到被上帝提醒 也是有这一个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 在今天的圣经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到 到底圣诞节的信心 真实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 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上帝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这段时间 交入在你手中 帮助无论是说的 无论是听的 让我们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都能够在你面前 吻叶纳 帮助我们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来聆听你的话语 也让我们回到你的怀抱中 以为你是要得找我们的主 求你得找我们的心 让我们重新完完全全地相信你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所学习到的 就是这个天使报信给玛利亚的故事 这个故事大家听 都不要再听到 手到烂了啦 大家应该听这个故事 听很多遍了 所以呢 简单来说 先说这个加百列 给这个玛利亚的 这个大好消息 这个大好消息呢 其实是我们都听过的 不过是一个很伟大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三位一体的上帝 降生在这个世界 当然这个已经可以说 已经可以讲成一篇道 或者是一系列的道了 就是这一位上帝 从来没有肉身的 在永恒中是没有肉身的 突然间进入历史的一个时间点 取了人的肉身 然后永远也是有着肉身 哇 这个是很难以置信的伟大的工作 上帝既然跟我们有份 变成我们的一分子 永远这样子 要这样子改变自己的上帝 去哪里找呢 这么谦卑 这么伟大的上帝 然后呢 他也是会被称为 至高者的儿子 然后呢 他也是会继承大卫的宝座 也做雅各家的王 我们看到这里有许多大好消息 我觉得大家也听过了 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在别的时候 再去慢慢探讨 不过这里呢 我要注意 我要给大家注意的就是 这一个的时代 犹太人 我们也知道他们很渴慕 上帝的国度的降临 他们渴慕 上帝 开派的这个君王 来统治他们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被罗马人统治 之前呢 也是被不同不同的 这个帝国统治呢 他们心中 灰心 觉得 神啊 我们以往 这个以色列人的国度 几时可以再来呢 上帝几时派你的这个天国 来让全世界看见 上帝是伟大的呢 在这个的时代 那个的时代呢 玛利亚 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就清楚知道 这个 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时刻 上帝所应许的君王 就要来到了 这一个的国家 要来到了他们当中 所以这个很伟大的事情 不过今天我们要专注的是 在玛利亚的心思 玛利亚听到这个伟大的消息呢 他不是不相信 不过他觉得难以置信 他怎样难以置信呢 他难以置信是在 像他这样子的一个女生 这样子的一个处女 既然可以蒙恩 他怎样蒙恩呢 你想一下 那个时代的女人 小的时候靠爸爸 大的时候就靠丈夫 老的时候呢 就靠儿子 那时候的女人的地位 实在是卑微 你不能说 有一个女人可以单身 就一辈子 这么又单身 然后又有权利 然后在社会中有影响 通常是没有这样子的女生的 所以女生呢 在社会里面呢 大家就看作 好像货物这样子 我也不是说圣经教大家这样子 不过是说 那个时代的社会 是这样子看待女生的 所以呢 身为一个的处女 然后处女都还没有结婚 是连生孩子的 这一个的福分都还没有得到的一个的女生 所以是真的是很卑微 很渺小的 他既然可以得到这么大的福分 说上帝对他 那个上帝差派天使对他说 你在上帝面前猛恩了 哇 他说 我猛恩 我是谁 这是为什么 这一个玛利亚呢 他那时候反复思考 不仅如此 你要想一下玛利亚是什么人 他不是什么贵族啊 不是什么富贵的家族 他也不是什么王主等等 他并没有这个的特殊的身份来说 对 你选到我这个女人 是女人的 女人在社会里面是很渺小的 但是我是王族 我是贵族啊 当然哦 你会选到我 我生下来的孩子 一定是会成为国王的 不是的 他是一个平民百姓 就住在这个拿撒勒城的 其中一个的处女而已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 但是上帝说 他是一个猛恩的人 上帝看中了他 也不是他有表达出什么 可以吸引到上帝的 这个的生命 还是有什么品德 他纯粹就是被上帝看中的一个人 这是为什么他就反复思考 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所以简单来说 玛利亚受宠若惊 上帝要行大事 在他生命里面 他又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有些时候觉得 我们想要遇见贵人 大家认识这个人是谁吗 这个人呢 在照片里面 就是众所周知的周杰伦 我最近看到剧情的照片 很像肥疗 有孩子过后 很开心肥疗 可是呢 他这个帅哥呢 他曾经就是 在他自己的这个的 学术上啊 还是在他的工作上呢 他是比较安静的一个人 没有说 人家看到他是一个音乐奇才 他呢 就有一天帮着一个武中宪的公司 是他妈妈很努力去求 去推荐的 所以武中宪就收下了他来做一个助理 然后呢 他在里面就拼命写歌 他的故事你之后可以再去查考 然后呢 他就写了很多首歌 结果武中宪就看中他 就帮他出一个唱片了 结果出了这个唱片过后 哇 整个周杰伦 他的名声就大红 然后遇到很多的这个的 这些制作团体啊 还是遇到这一些其他的出名的 这个乐坛的这些人物 看中他 有这样的不少的贵人 带着他 所以就变到了 今天就变成我们这一个 你去上卡拉OK 你一定会听他的歌曲的 这个的周杰伦 他能够上到这个位置 是因为有贵人 对不对 我们也是有些时候会希望会遇到贵人嘛 我们会说 哎呀 如果马云啊 是收养我就好了 收养我做他的孩子 我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了 还是哦 马云认我是开哥开姐 开弟开妹 我都OK啊 我都开心 只要跟他有份 只要被他看中 就好像从他那里蒙恩那样子 当我们从这些贵人身上蒙恩的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生命就可以得到改变 但是亲爱的主耶弟兄姐妹们 我们相信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我们这种是美梦 喜欢拿来拍戏 可是我们生活中会这么好运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贵人吗 我要告诉大家 我最近在服事的时候呢 有时候去热灵 帮下Annie传道 去鼓励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们 也在那里去服事大家 就听到了我们其中一个姐妹 瓦杰的故事 瓦杰呢 她说到她的生命见证 就说到上帝如何在她过去这么多破碎 这么多苦毒 这么多失望 伤心的过程当中呢 上帝拯救了她 也拯救了她的孩子的性命 所以我们看到她的故事里面 我不知道这个细节大家知道多少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再去问瓦杰 然后呢 我就听了这个故事过后呢 我很大受感动 瓦杰遇到了她的贵人啊 她的贵人是谁 是我们的上帝 如果她没有遇到这个贵人 她就可能一辈子活在苦毒里面 可能的孩子性命也不保 这是因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 仍然行大事 我们看到上帝在别人生命中 行大事的时候 这岂不也告诉我们 神也会在我们生命中行大事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相信吗 现在上帝还在做这奇妙的大事 我们相信吗 我们还有 是有机会蒙恩的 我们也是一个蒙恩的人 我们相信吗 在FCC里面 上帝仍然正在行这大事 我们相信吗 在FCC里面 上帝会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机会蒙恩 我们呢 常常会遇到一些难处 遇到一些困境 尤其是现在是疫情 尤其是现在可能疫情的关系 大家就比较是顾自己 比较忙着去照顾自己 生活上的需要 可能在小组 可能在事奉方面 也是会有这一个的困难 然后呢 我们身为组长 身为这些事工领袖的 也是开始灰心 觉得哇 这个疫情真的很强 弄到我们教会 变得更加弱了 我们就觉得 惨了 神 应该不会行大事了 就会失去那个盼望 我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个的经文 这是腓立比书 一章六节 我念给大家听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保罗这里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 他说他有一个的相信 他有一个深信 他信什么 他信 上帝在他们心里面 动了这个善功 就是这个善功 他心里面 他们的信的这个改变 他们要传福音的热信 他们生命改变的 他们深信灵的这个转变 已经开始了 保罗相信上帝会完成这个工作 很好嘛 OK 就觉得这个教会很好 他这个教会很好 保罗就也是有盼望 就当然是希望他会变到更好 不是的 腓立比书是什么样的教会 腓立比教会是一个 纷争结党的一个教会 他们是纷争的 有两个人 一个是有阿爹 一个是寻都记 两个在那边吵架 保罗还要写这个的书信 要去提醒他们 要像基督一样谦卑 要合一 这个是保罗 之后也是有要去 劝戒他们的一个的事情 这个教会 理所来看 理所当然来看 其实是一个让你很失望的教会 你看到这个教会很多纷争 很惨 很多软弱 上帝不会做功 上帝的灵离开了 可是保罗为什么刚开始的 在跟他们问安的时候呢 既然有这个的相信 相信既然上帝动了这个善功 还可以 他必然会成就 必成全这功 在困境当中 在逆境当中 我们要看见 其实有上帝的这个瞬境 上帝在背后 他有他的这个的意愿 要让大家可以经历他的大能 不要因为看到有这个困境 就觉得 这个是没有机会的了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转变了 其实 在这个的难处当中 有转机 上帝仍然行大事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应用呢 当我们记得 信心是什么 信心是第一 一定要相信上帝还在行大事 无论在哪里 上帝还在行大事 我们怎样应用 就是我们要听 我们所有有听到的见证 还有看到圣经经文里面 每一个的鼓励 看在示范给大家看 看到了像 看到瓦戒的见证 然后也看到 在这个圣经里面 保罗对这些人的心态 他们他还是相信 上帝会行他的大事的 当我们看到 这一些的经文 跟见证的时候 我们要观察 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要回应 回应说 感谢主 回应说 上帝你的确 还在我们当中做工 我们等候你 等候上帝的 必如因 斩至上腾 在难处的时候 我们不惧怕 因为上帝 仍然行大事 所以 每个时刻 看到这些事情 我们都要感恩回应 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Amen 第二 就是我们看见 真正的信心 是要向上帝敞开 我们看 撒加利亚 跟 玛利亚的故事 我当然上个星期 我们的 Annie闯道 已经说到了 这个撒加利亚的故事 我今天就给大家 做个对比 看到这个撒加利亚 跟玛利亚的 差别在哪里 我先念给大家 两段经文 我们先看 洛加福音 第一章18节 就是撒加利亚 对天使说的话 撒加利亚 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 可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 也年纪老迈了 然后我们看 玛利亚的回应 第34节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会有这事呢 我们这里 要看到 他们两个人 有什么不同 这两个的答案都很像 看起来都好像 自问上帝 问上帝问题 去问这个天使 怎么可能这样子 但是有他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个之前 在一起探讨 这两个经文的差别之前 我们先来探讨 他们背景的不同 这里有三个不同 第一个是 他们状况不同 你想一下 撒加利亚 是在什么环境里面 接受这一个的信息 撒加利亚第一 他是在圣殿里面 在自圣所里面 做他的工作 是单独一个人 他在这自圣所里面 烧香 这个的子分 因为有人去考察 那时候 他们很多的祭司 所以你能够进到 自圣所烧香 轮流 轮到你进去的时候 应该人生中就有一次 或者是不会有很多次 因为你真的是 坐几个月而已 你就退休了的 所以当你在 这个圣殿服事的时候 可以进到自圣所 可能是人生一次 或者两次 很少 有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撒加利亚 他在这么神圣的一个时刻 他人生第一次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而且是一个 很重大意义的 一个的仪式 他在坐着这个仪式 来去烧香的时候 突然天使显现 他也知道是天使 因为他感到惊慌 所以他知道天使显现 他应该要怎样回应 如果是你 你会怎样回应 在崇拜当中 突然你听到神跟你说话 还是神的天使 出现在你的前面 你会怎样回应 你一定说 我在这个神圣的地方 这个神圣的时刻 我很荣幸 上帝要跟我传话 又跟我讲东西 你很荣幸 撒加利亚没有的 撒加利亚 他反而是不相信 他还去质问这个天使 等一下我们就看 他怎样去质问 所以撒加利亚 在这么神圣的时刻 不相信 玛利亚呢 平平凡凡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天使就是 进那个城市 进那个房子 跟他打招呼 就这样子罢了 所以玛利亚 没有什么特别神圣的时刻 可是 他的回应 却是积极的 却是接受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同 他们状况有不同 第二个不同是什么呢 他们身份不同 身份怎么样不同呢 我们看到 撒加利亚是什么子分 他是祭司 祭司要很熟读 很懂他的圣经的 然后呢 他熟读圣经的话呢 应该有听过 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的故事 这个你不需要是祭司 你都会听过的 因为亚伯拉罕 是他们民主的代表 在圣经也常说到 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 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 所以亚伯拉罕 在年老跟撒拉 深处这个以撒的故事 一定是大家也是听到 不要再听的一个故事 撒加利亚 更加应该知道这个事情 他身为祭司 所以当他跟 这个天使说 我跟我的妻子老迈了 他是说 我凭着什么 可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级老迈了 他这样子去回答天使 好像是跟天使说 我知道 上帝在亚伯拉罕 形成的这个神迹 他们也是年级老迈 可是在我身上 可能我更老 可能我更不可能 所以你还跟我讲什么废话呢 哪里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你看回应没有 身为祭司 身为应该明白上帝话语的人 身为应该教导 这个上帝话语给这一些的 会众的祭司呢 既然不相信上帝曾经做过的神迹 这是他们民主代表的神迹来的 他既然不相信这个神迹呢 真的是一个很得罪上帝的一个行动 也看到他的心是何等的封闭 到一个地步 连自己所相信的圣经 他也不相信自己在身上会发生 玛利亚呢 玛利亚他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玛利亚是封闭吗 你要想一下 在玛利亚的这个天使对他做的宣告呢 是说到他会生孩子 他会生出这个孩子 然后呢 玛利亚的问题是 他是一个童女 在那个经文里面呢 我们看到34节 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 可是如果你看原文 他的那个出嫁不是出嫁 他的那句话是 我没有认识男人 他的认识男人就是讲 没有跟男人有发生 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性关系 OK 所以他是说 我都没有 我还是个处女的意思 简单来说 我没有跟任何男人行过性关系 我怎么可能会生这个的孩子呢 这句话呢 其实你看回就业的话 很多上帝对这一些 生不到孩子的这一些的妇人 来去说这个预言说 你将会生一个孩子 像例如有这个哈纳 有这个马罗亚的这个妻子 就是那个参孙的妈妈 然后还有这个撒拉 这一些的女人呢 都是已经结了婚的 她们都是结过婚的妇人 所以上帝对她们 这样子来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呢 她们当然也有撒拉是笑啦 她觉得不可能啦 也有的就是接受 然后真的就有这个孩子了 玛利亚呢 可能没有听过 我都还没有有丈夫 OK 我都还没有跟月色住在一起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 真的是没有听过 所以她是好奇 因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的事情 所以她不是不敞开 她是好奇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不同 就是她们的回应不同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要看到这个的经文 撒加利亚她的关键用词呢 是 我凭着什么 我凭着什么可知道 这个呢 简单来说 她是跟上帝要一个预兆 她是说 上帝啊 我很老啦 不可能了的啦 你要给我看一个预兆哦 来去证明给我看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 OK 可能她已经不想要说 嘿呀 我跟我老婆都这样老了 想要生孩子的东西都这样老 都不要做这样的东西了的啦 所以你要给我一个预兆 让我知道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才愿意去做 所以她这个回应呢 她不只是不相信哦 她还跟上帝讨东西哦 上帝啊 你要给我看一个预兆 你要给我看个兆头啊 不然的话我就 不会照着你的心意去做事情 哇 这样子真的是很没有礼貌 我们再看她之前 她有说到的这一些 就是她身份啊 她的那个场所啊 每一个事情真的会惹到上帝 真的是会不开心 然后呢 玛利亚呢 她没有要求这样子的预兆 她纯粹就是没有听过 好奇的再问而已 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 所以呢 撒加利亚要预兆天使 你看她天使的回应呢 如果你去注意看的话 我是在上帝面前 什么去被猜拳的这个的加百列 加百列是上帝的大能的意思 她的名字 所以 一个叫做上帝大能名字的天使 要跟你讲上帝会有大能的作为 会行神迹 你不信哦 所以哦 加百列说 就因为你不信 你就必称为哑巴 这个就是她的兆头 还要兆头给你兆头 你突然间进去 服侍上帝出来变哑巴 你看到天使 你变哑巴 这个就是兆头了 所以上帝的计划 一样会实现 你要兆头就给你 不过这兆头是要她谦卑的 因为她说了 不应该说的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见圣诞节的这个信心呢 是什么样的信心 是一个向上帝敞开的信心 如果我们没有向上帝敞开 这个就也不是圣诞节的 这个的信心 我们呢 一定是有经历过 吃一些比较臭的食物的经历吧 我不知道大家还想起 还能想起来吗 你吃这个臭豆腐啊 榴莲啊 还是不知道这里谁 每次我说螺蛳粉 我又在说螺蛳粉啊 所以你们这边谁吃过螺蛳粉 还是买过那包装啊 有没有嗅到臭尿味啊 所以不管是臭大便味 臭枸杞味 臭尿味 臭什么味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吃 那个很臭的食物的 那一个时刻吗 还是可能你一生出来 你就是被榴莲 被臭豆腐 被螺蛳粉围绕着 你就没有这样的经历了 我相信多数的人呢 都是会有 第一次经历到 哇很臭啊 这个臭豆腐很臭啊 我不可以吃 我不能吃 顶不顺 结果呢 你朋友怂恿你 你家人怂恿你 你就吃咯 吃老公 喂 OK哦 不错吃哦 会比普通 这个煎豆腐还要好吃 还是你那个榴莲 喂 很香很甜哦 我很喜欢哦 还是螺蛳粉 哇真的很好吃哦 所以 如果我们像好的事情 敞开的话 我们必然会得到 好东西 我们上帝 是不是一个美好的上帝 我们上帝 是不是一个 关怀我们的上帝 如果我们认为 上帝是一个 好的上帝的话 我们向他敞开 就一定会得到 好的祝福